正常上片啊 這諾城應該是個笨蛋 很呆 他這個補刀動的不在動的 呆逼 壞了 不對啊 我隊友戰績是正常的 為什麼要慌啊 我每次看到對面上單很呆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 因為對面上單呆 就意味著我的隊友也會很呆 但不對啊也沒那麼呆啊 他的Q放的沒那麼呆的 給他先搶個單子 OK他Q交了 Q交了就可以往這邊套 Q拼邊 Q拼拉 鑽他那一圈 鑽他那一圈他沒有1 他這波傷害不夠打死我們 剛好他會比我們差一下平衡 你看他就是他只要能多A我 一下我們就死了 我們就可以單純他 你想打籃球 你想打籃球對吧 怎麼這個也有嘲諷 嘲諷彩蛋 幫不住咧 咱主要沒想到會不會有鑽內圈吧 咱們帶來個行進速率移速很高的 我們W掛到他們移速很高 哎呀完了 其實我有點犯病了這波有點危險 一被拉端就死了 拉轉E 這波還挺危險的 如果被他抓到 我們這個1的時機的話我們就死了 但我放1的話他還真不太要抓 我會貼著牆放1 三長劍吧 奧輸出吧我們待會剩6了 EV拉斷肯定捐了 但是我們這個1是很難拉斷的 我們這個1很難拉斷 因為你要猜我什麼時候會放1 你不能等到我放了1之後你再放1 你要提前預判我什麼時候放1 知道吧 就是他先放1 我們再放1他才能拉斷 如果我們先放1他再放1 那他就絕對來不及拉斷 要明白這個先後順序 所以我這個1是很難斷的 一般來說只有那種頂尖高手 預判到才能斷的 就預判我們什麼時候放1才能斷的 短E很難反應 基本上只能靠預判 這個東西只能靠預判的 他不是能反應的 我們這樣放短E他是沒法反應 當他看到我們放1的時候 就已經是打斷不了了 拉誰啊 拼一個Q Q起手 E上去打一個AQ 他拉我們沒有用 我們現在血量優勢非常大 等下一個E可以殺他 他死了 你看是他這波回身拉了我們一套 然後打一套把我們打得很難 但就是這樣他已經是死了 他如果夠聰明的話他不會蹲在這個第一個草 他應該回家 他夠聰明的話他就知道 我的殺E已經要異數屏幕了 他雖然打了我們一套 但他一定的CD是24秒 我們一定是16秒 這中間會有8秒的CD差 所以等到我們一定的CD好之後 啊 那就到我們的一個操作回合了 知道吧 所以說有的時候看似 換血很虧的換血也得換 因為換血很虧是為了下一波能殺他 他爆炸了 GG了 怎麼還打嗎打著吧 我還想要不要給老闆家家家中啊 但我確實有點被折磨壞了 他自己只要敢交一先手他就死了 知道吧 他交一先手他第二個Q技能是一定打不出傷害的 那他打不出傷害我們大招躲著他Q之後 他其實沒有爆炸 諾手這個英雄 我們可能會對這個英雄有一點點誤解啊 就是諾手這個英雄其實是沒有爆發的 啊我說我說這件事情可能有點反直覺 對吧 諾手傷害那麼高為什麼沒爆發呢 但實際上諾手這個英雄就是沒有爆發的 他在6級之前沒有大招的時候 他是傷很低 他只能靠著有血怒之後慢慢的流血 然後慢慢的A 然後一個W然後就一個Q 他那個Q一旦做不了 他是沒有任何傷害的 你看他傷害很高 但實際上他傷害非常可控 他沒有大招是沒有爆發的 所以他剛好5級上來跟我們打我就知道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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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王豪在一下 咱沒大招沒散 嗯 無力來了那我們勾一下 看他在不在 沒在 等下大招吧 還差 還差 一點點 還差600 這個現在不推 他要補到他就得出來 我跟不了 我跟不了 我跟他打了一套 有點難跟 不過能換手春日影嗎 哈哈 還在夠還在夠 哦 他確實有一個弊端就是我們的爆發能力不太行 我們的爆發和我們的機動性不太行 就少了洪水精的坦度 少了耀光的爆發 少了耀光的爆發 還真是 無敵了 OK 正常局了 算解毒了吧 看 感覺現在是正常局了 假扮無辜 真是浪費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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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九头蛇了 我也无敌的 他是不甲鞋的 压力有点大 打不甲鞋的话 我们一套是打不死他的 如果我们被他黏住的话 我们可能会被反差的 落手持续输出还是可以的 他拥有无级线的 转这一圈 得把冰箱放出来 不能在他塔前的 拉一下 拉一下之后把这三个兵聚集 然后让他打我们第一个兵 这样子冰线就往我们这边推 你看我们这边第一个兵就死的特别坏 这兵线如果我们不空的话 不动的话 这个兵线就往我们这边推 阿尔顿给我挡他 那个 来点正常来耶 交双刀发嘛 不能跟他拖了 拖太久了 没桃头拆的有点慢 但应该还是能拆掉的 阿尔顿我真的放上去 完成 这样出版 我这耀光没那么动人 卧槽 谢谢托宁哥哥的舰长啊 感谢 感谢老板舰长 祝老板这边看完这边长生不到愉悦不死 谢谢托宁的舰长 好难得啊 我看到我队友全队优势了 惊了 我看到我们这边全队优势了 惊了 这是我能看到的吗 要削Q5%移速 然后大招的话 额外伤害回调 卧槽是不是要一刀斩了吧 我被他矿在场下了动不了 我动不了 我在想 弩手怎么能来下路杀了我们 然后瞬间又下路杀了你 我看你很疑惑这个事情 我被防一塔干 好大 两边大刀对风 正常的 我都被骑子卡住了吗 我看我刚刚动不了 你接受 伤害已经有点低了 出久的时候 那坏处就是这样 你的伤害会有点偏低 就你的爆发还各方面都有点 会有点偏低真的 等待会在栏后 他们跟我来发现问答案 然后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认为 我认为 是 这 我这 我 是 出球的時候就是打錢快 打錢快 推線快 用了這個遊戲的主動程 誒 我操 哈哈哈哈哈 被小兵卡位了 好隊哦 好資源誒 剩下會4多0 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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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太运是这样的 伤害会有点偏低 但你会比较好发育吧 先出太运就伤害低 但是你会比较容易能发育点 对于皮神的问题来说 我也是解决的方法 为什么不出个提亚马特继续三相子 就比较折中的出法嘛 出个加码都在参加 那一样的 节奏还是蛮 因为你出加码 这两把真的是同一个分段吗 对啊 有点好奇 这真的是同一个分段的两把 是这样的 1-1放过我的 所以1-1可能看我太难 怕我刀心破队 这把有剑脑了 这把你刚上的剑脑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你不如问我这把有没有提子 你不如问我今天有没有提子 今天没提子 我这不能说今天没提子 昨天也没提子 前天也没提子 假码的1-2 你出个1-2 你三向的速度就算慢很多 你这个都不管出三加 看他出足度就都没 没他区别的 啊 诶 友谊说不能乱破旁 破旁搞得我好缺氧 我现在感觉我有点缺氧 操作阶段不太对 这人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 会导致人会有点缺氧 然后今天遇到的 真的很离谱 他不是说 一把遇到的队友那么离谱 导致我破旁 而是今天一天遇到的队友都很离谱 才导致我破旁 真不是说最后一把 那把芒芯多离谱 没法没法把大刀给 没法把大刀给那个卢仙 要把大刀给卢仙就无传杀了 换了两个 那卡牌落地站着不动 一整把没有支援过队友 就贵恶心人家 然后还能暴女 说来都挺浪人生气的 真正玩的让人体生气 我们都有体现 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 妈的下次再遇到这种局 这种情况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去摇培玩具 我就摇个玩 玩打野的陪玩 让他给我当狗 我不会被误导 妈的我一个人打不过 我摇个野爹还打不过吗 老特别是职业选手的 说实我主要是因为对面没AP啊 你都没发现吗 我上风暴狂有泰坦 你一天 你一天兄弟们你一天 原来并不是逆天消失了 主播是去对面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